心动的信号第七季又开播了 这道恋爱综艺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但这一季却因为嘉宾的豪门背景引发了不少争议 节目中一位叫Tomo的男嘉宾佩戴 的劳力士手表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这块表的价值估计在六位数以上 远超普通人的消费水平 除了奢侈品Tomo的穿着打扮和 贪图举止也透露出他不凡的家世 其他嘉宾的背景同样令人咋舌 有的是海归有的是985-211名小毕业生 还有的是知名企业高管 这样的阵容让人不禁感叹 这哪里是普通人的恋爱啊 简直就是富二代的联谊party 奢侈品与爱情谁更闪耀 说实话看到Tomo那块劳力士 我第一反应是这哥们儿真有钱 但仔细想想在恋爱节目里炫富真的好吗 有人可能会说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没什么不对 但问题是这种最好的一面 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 他传递了一个潜在的信息 只有富人才配谈恋爱才值得被爱 我认识的一些女生看了节目后知乎 这才是理想型啊 有钱有盐还有学历简直完美 但我想说的是 爱情真的需要这么多外在条件吗 难道普通人就不配拥有美好的感情吗 名校光环 恋爱的加分项 节目组似乎特别喜欢强调嘉宾的学历背景 985211海归这些光环被反复提及 仿佛在暗示高学历就是优质择偶对象 但现实生活中学历真的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吗 我有个朋友大专毕业但为人善良工作努力 对感情专一难道他就不配拥有幸福的爱情吗 过分强调学历可能会给观众造成错误的价值导向 恋爱不是求职 不应该用简历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现实与理想 节目中的鸿沟 心动的信号 展现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恋爱世界 豪华的约会场所 精心设计的浪漫情节 完美的男女主角 但这真的是大多数人的现实吗 我身边的朋友 哪个不是挤地铁 吃盒饭 加班到深夜 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营造节目里那种精致的生活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许多观众产生了挫败感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看完节目觉得自己活得像调狗 这种负面情绪真的是节目想要传递的吗 我认为真实才是最动人的 为什么不做一档真正反应 普通人生活的恋爱节目呢 让观众看到平凡的生活中也有动人的爱情